杨子理线细节被扒出,继情侣手机壳后,在被扒穿情侣装隔空撒糖。 娱乐圈中的明星最受人关注的除了事业外,就是他们的感情生活。 有时候感情生活或许也可以成为事业发展的推动力,毕竟明星的绯闻,谁能够不喜欢关注呢? 但对于圈内的明星来说,有时候感情或许也会是他们事业发展的阻碍。 有的明星为了能够吸引多数粉丝的关注,会刻意地保持单身人设,毕竟他们有很多的异性粉丝的追捧,一旦宣告谈恋爱或是步入婚姻,这些人或许就会改变对于他们的看法。 而说起娱乐圈中的知名小花,大家会想起谁呢? 杨子92年出生,到现在已经有30岁了。 杨子在事业发展上所取得的成就,不用多说,大家都看在眼里,但杨子的婚姻生活,感情生活却是非常受大众关注的。 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,杨子曾说小时候他觉得自己30岁之前一定会结婚生小孩,拥有幸福满满的生活。 可是到现在为止,杨子甚至连男朋友都没有公开,真是让网友觉得操碎了心。 杨子是一个和别的男演员,非常有CP感的明星,无论和谁合作,他都能够给观众一种在谈甜蜜恋爱的感觉,而大家每看一部剧几乎都会刻一对CP。 其中在这些CP中,杨子和李线的呼声是最高的。 大家在现实生活中也发现了很多有关于他们两人的高甜细节。 之前网友就爆出了杨子和李线两人使用同款手机壳,后续又发现他们两个人穿了情侣装。 大家还扒出了他们两人戴的相同的方形丝巾,杨子当丝巾佩戴,李线当作发带来使用。 原以为他们两个人在隔空撒糖,可媒体询问时,两人却声称,他们是对方的好朋友。 除了他们两人的同款物品外,大家还发现了更多的甜蜜细节,杨子和李线两个人已经连续四年为彼此送上生日祝福了,能够从一部作品中,延续至今的友情,你在哪里还见过呢? 而之前杨子和李线两个人都在社交媒体上更新了海边的照片,大家说,他们两个人在过年时送上的祝福,也有一种前呼后应的感觉,其实在圈内,一个两个的巧合,还说的过去,若是所有的巧合都结合到了一起,那估计就不得不服响连篇了吧? 李线和杨子之间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传出绯闻八卦了。虽然双方并没有对这些事情给予正面回应,但网友似乎已经确定了大家心中的认知。 虽然两个人对外宣称是朋友关系,但圈内的明星,从朋友发展成恋人,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事。网友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,他们能够深扒出多个细节,如若在岸当前的状态发展下去,估计他们会有更多的高甜细节被网友扒出。 网友声称真的希望李线和杨子两人的恋情是真的,这样一来,他们就能够将感情从戏内延续到戏外,杨子收获幸福,这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件事。 但对于杨子和李线之间的事情,因为网友持反对态度,大家说虽然当时李线和杨子两人在剧情中演绎的角色非常的合适,他们郎才女貌,简直就是神仙眷侣,但是看一看两人现实生活中的地位,是否有些不太匹配呢? 杨子现在是炙手可热的一线小花,而李线曾经事业发展虽然急剧热度,但时间的推移,娱乐圈似乎已经没有她的存在的地方了。 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是否有一种女强男弱的感觉呢?对于他们之间的感情,大家怎么看呢? 02.杨子李线在一起了,继续同款衣服后,被扒出动态都在暗戳戳Q对方。 亲爱的热爱的播出已经三年了,童颜夫妇这对CP依然是网友心中最佳组合,很多网友希望两人能将剧中的爱情延续到戏外,又加上爱的迫降这对CP在现实中真的结婚了, 网友对这对CP的呼声更高了,没有想到真让网友找到了两人疑似恋爱的细节了。 连续四年为彼此送上生日祝福,就算是好朋友张艺山也会偶尔缺席杨子的生日,他们却从来没有迟到,这样的举动与热恋中的陆寒冠小童太相似了, 双方合作的艺人那么多,唯独对彼此很用心,有网友说这是两人不想让亲爱的热爱的的剧粉伤心,这是电视剧结束后给CP粉最佳的体面,然而两人甜蜜的细节不仅仅是送祝福。 此前有网友扒出杨子与李现用了同款亮橙色的手机盒,而且用的手机也是同款,这样小众的喜好如果说是巧合,看来两人喜欢小配饰很相同。 但穿同款的衣服就很难解释了吧,此前两人被网友扒出穿同款的半袖,衣服的颜色字母图案都是一样的,撞衫在娱乐圈可谓出现几率很小的事情,毕竟都会出现萤幕前,艺人为了避免尴尬都尽量选择不同款。 同一时间两人还被扒出更多同款的物品余生请多指教播出之后,工作人员透露现代戏很多服装都是演员自带的,剧中杨子佩戴的方形丝巾,李现也有一条,只不过两人佩戴的方式不同。 杨子在剧中穿的牛仔外套,李现也曾穿过同款。 在《亲爱的热爱的》,剧中童年久后甜蜜称虎含商言小猪猪,李现在现实中也称自己是猪猪,而且杨子还有一款猪鼻子的项链,多次处境佩戴过。 这么多的巧合放在一起,难怪网友会猜测两人又恋爱的嫌疑,除了明晃晃的同款甜蜜小细节,两人多次发文在网友眼里都是暗戳戳的秀恩爱。 两人总会相隔一天发文,杨子前脚发自己在海边的美照,李现后面就跟着发了海边相关动态。 李现的三月的动态使用了太阳和叶子的表情,网友解读为太阳杨叶子子,谐音正好是杨子的名字,被不少网友认为李现这又是在暗戳戳的秀恩爱。 说到底这些细节都是剧粉因为太喜欢童颜夫妇,这对CP了,还是真的在暗戳戳的秀恩爱,只有两位当事人知道吧。 不过对比其他电视剧的CP,李现与杨子都给足了这部剧的粉丝足够的体面,哪怕是电视剧结束很久,同台依然是互相大方的互动,并没有急着撇清关系。